嘉輝哥哥 甘肅這裡我來了很多次 你來了這幾天 有什麼你覺得印象很深的呢? 這裡的農民每一天都為水而奔波 但是他們從不放棄 這種逆境自強的精神我是非常敬佩的 其實這裡還有很多農民等待著我們去幫他們 不如我們去探探他們 那我走吧 是 我們剛剛在山腳下的那一把水 於迴谷至錦 我的水不會去那個彎 現在上來叫平地 我覺得這就叫為生活 每天都是要這樣 我也可以感受到 我們香港的生活 是多麼多麼的幸福 好了 翔翔 進去 因為這樣的次補方式 這個水就不可以給全口外 所以他們每一天基本上都要 上下幾次 把握那天的水 因為他們的水不單止要來飲用 不單止要來煮飯 他們會一定要灌溉農田 所以每天的水量是很大的 所以他們每天都要走幾次 你喜歡上課嗎 喜歡 就是有時候因為 家裡面沒水 要去打水就不能上課 對嗎 是 嗯 我經常說水好像真的好像 在我們好像很容易得到 其實 你想想一個小朋友 五年都是這樣去打水 我覺得自己覺得很不開心 就是這個時候 是他們最需要知識的時候 因為水源這個問題 他們要放的一件事 我覺得是 我自己真的很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 就是如果我再給一個水井 他們 他們 就是他們不止改善生活這麼簡單 他們是可以脫貧 他們是可以豐富他們的知識的 就算是平行 他們可以在三天 才是肯定獎 又是人家 又是人家 都rito一 你 都不會